肉粽店招牌蛋黃香菇肉粽 一撥開滿滿的餡料和整片香菇 不少民眾也喜歡裡頭鹹香的鹹鴨蛋 這傳統美味頂不住成本壓力 一顆肉粽從60元調漲到65元 業者無奈 全球疫情加上航運塞港影響 飼料成本不斷上漲 全部反映在蛋價上 蛋壓廠裡業者忙著整理 雖然鴨蛋產地價從去年底的35元 一路漲到40元 但是成本漲不停 價格漲了 鴨農還是笑不出來 那個玉米價格大概在12塊左右 今年大概最高的話在17塊 所以說它成長的成本大概是4成5 丹農表示過去鴨蛋產地價最高點 大約在37.5元 但今年已經達到40元 加上3月底過後 農委會不再補助飼料成本 甚至11號下午座談會也不會延 飼料價格會繼續漲 另外飼蛋價格也從年初的44元一路漲到48元 關於蛋價 農委會表示還是只能遵從市場機制 會先請蛋商和蛋農協調 沒結果才會介入 也會給予蛋農其他優惠措施 除了提高貸款額度 也會提供農業保險 不過這些都是長遠規劃 短時間飼料到蛋價都還在拉鋸戰 TVBS 李陳佑 陳志忠 羅一星 彰化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